用深控方式 激動導航 語音調整車內溫度 前進駕駛輔助系統 EDAS功能三級跳 車身儀表版裝載更多電子元件 對國內8吋晶圓代工廠 世界先進來說更是機會 包括5G的 手機的滲透率 還會再大幅提高 再加上車用 也開始慢慢的復甦 2021對2020年 在車用電子方面 也是在一個復甦的狀況 所以這些種種加起來 今年這個半導體 看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 需求也是非常的強勁 世界先進主要生產面板驅動IC 早已切入門檻極高的車用市場 目前營收占比越在高個位數 董事長方略並透露 汽車出貨量可望自2020年的 七千兩百萬輛來到2021年的七千七百萬輛 每輛車內含的半導體價值 預估增加百分之十五 帶動車用半導體成長百分之二十四 高層透露現在產能供不應求 會尋找對外併購擴張機會 即使有一個季節性的稍微的變化 但是長久看起來是這個八寸的 這個產能的需求都會在 所以本公司這個為了要服務 我們現有的這些客戶的長期成長需求 所以這個擴廠是還在繼續進行 至於有沒有機會併購這個 更多的這個工廠呢 這也是我們這個管理階層的努力的方向之一 方略表示今年隨著疫情影響 頓化全球經濟預估成長百分之五 對半導體市場看法正面樂觀 至於近期代工價格寒漲 方略則說會跟客戶共同面對 神聖評估是否漲價 新台記者李靜沈偉彤 台灣台北報導